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插旗 那上面没有驻军 大部分的人都没去过 甚至年轻人都不晓得说 还有这个难引导 可是这样就算了吗 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处理一下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国土 观众朋友 现在马祖金门事情不断 包括昨天我们看到这次的报道 是有大陆渔民落海 落海的地点在马祖的海域附近 所以我们的海巡署也在帮助中国大陆这边来协助搜索抢救 而且在72黄金小时的搜索行动 我们都在协助当中 希望能够有好消息传来 不过再往前看 前一天 这个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在这个我们金门的东定岛 有中国大陆籍的渔船翻覆了 很不幸的两死两失踪 我们的海巡署到深夜 昨天深夜请导播让我们看看 都还在很辛苦的帮忙地毯式的搜索 而这一艘金门的海域的中国大陆渔船翻覆 陆委会就说应该是触礁 应该是触礁 不是被风浪打翻的 应该是船底触礁 因为潜水人员有下海去发现 这一艘船是坐底的状态 坐在这个海底的状态 所以不是翻覆 应该是触礁才造成意外 必须讲行车走马 海上都会有很多的危险 那发生意外或发生不幸 这个人类大家应该要一起来互相帮助 所以我们的海巡署在第一时间就赶快澄清 就是怕擦枪走火 因为两岸很多网友 会有一些激愤的情绪 有情绪就不好了 所以赶快讲说 它的原因应该是触礁 而另外我们看到民间的网页 网站 有一个脸书粉丝页叫做 TaiwanADIZ 这个粉专 它就公布了这一张图 大家来看看这一张图 有什么蹊跷 东定岛在这儿 发生不幸的渔船翻覆的地点也在这附近 那昨天晚上大家看到密密麻麻的都是对岸的渔船 这还是有开AIS的 就是有开订阅系统的 有很多船 他们有开订阅系统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围岛 他们是要来救援 来持援吗 还是说要来呛吓的 所以有一些网友 有一些渔民也很紧张 我们的海巡署说一切正常 网路上的这些传说 还有这些图像 大家也不用太惊慌 一切正常 可是是围岛的这个样态 其实还是很多人相当的紧张 相当的觉得不寻常 不过两岸联合救援这件事情 有人会觉得说 好像是好事 发生意外当然是坏事 可是两岸联合救援 某种程度来讲 是好事 因为是不是有可能 重回禁限制水域的默契呢 巧巧的有一些变化了呢 包括我们看到对岸 当然也有说 希望我方协调力量来搜救 包括中华搜救协会 可是中国大陆跟我们 看起来都没有说到两岸合作 而是这个我们看到主政党 台委会的管妈 以及立法委员 通常看起来比较台派或鹰派 对中国比较不友善的这些立法委员 反而讲说两岸在抢救过程沟通顺畅 然后王定宇也讲两边这类的互助很平常也很紧密 把过去的那样子的一些尖锐的言词都放下来了 是不是现在讲的才是大实话 其实本来就是有一些合作 本来就不是这么的剑拔奴章 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蔡振元博士也讲 根据海事的组织公约 国际海事的组织公约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等公约 海上救难是义务而非道德 是义务啊 你开一艘船经过公海或是经过哪里 不管你看到有人落海不管是谁都要去救 就是义务 即便是军舰对打 即便是发生战争 如果有人落海你也要把他救起来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紧张的情势延伸到 我们国防部这一阵子呢 邱国正部长也被大家来放大检视 因为毕竟他曾经讲过 前一阵子讲过说晚上睡不好嘛 于是呢今天在立法院也有人问 这个相关的讯息 我们看到邱国正的说法是说 作战只有王将没有降军 就打到最后啊 一旦作战只有王将没有降军 就是战到一兵一卒 战到最后看他要打多久 要打我们奉陪 这是军人的这个本色跟天职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什么是国家安全机密 以及是什么是可以揭露给社会大众知道的讯息 在立法院昨天发生了这一幕 大家来评评理 包括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张旗凯 他去直询经济部部长 问他说天然气存量有多少 我们现在台湾 因为现在他认为兵凶战危嘛 两岸不是这么的 这个看起来不是这么的平和 所以呢张旗凯委员就问了 可是被经济委员会的招委邱毅盈 他是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他立刻出声打断 他说这是国家机密啊 那这个阻止李顺青来回答 阻止经济部李顺青来回答 可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张旗凯委员 他也在脸书揭露一项讯息 他翻出了2022年的打询记录 当年邱毅盈也直询苏贞昌啊 题目就是台湾天然气存量 在紧急时能用几天 那个时候的曾文申部长说 大概11天 所以别人问就是国安问题 只有我们就是民进党 执政党能问吗 另外我们看到呢 现场有我们的这个陈于正委员嘛 今天他其实也执询一件事情 就是金门是不是被 我们的执政党当作是大陆的呢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陈委员揭露 蔡政府的一国两制 因为从金门我们都不知道 你知道带自用的 小量的水饺 馄饨鸡蛋来到台湾 必须经过检疫 如果说我今天请郁正委员说 我听说金门的馄饨很好吃 能不能够带个食客来给我吃 不行 要检疫 所以是外国吗 还是说把它当成大陆啊 好吊诡啊 来先请教亮哥 这个邱义营作为招委 他没有权利讲这话 是不是机密你让行政官员去讲 你凭什么来判断 以为你比人家懂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问题邱义营当年就该问 你天然气只有11天 那怎么你要让台湾的人员有 50%是天然气的 那你这个人员政策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事实上民进党定的就是 2025年天然气要占一半 那你的锄量只有11天 那你不是让你非常危险吗 事实上如果要搞台独 台湾就要有内部的自主人员 自主人员就是核电 这大家都知道 煤矿也是 天然气绝对不是 因为你并没有产天然气 所以民进党的人员政策 跟他的抗中保台 根本就互相矛盾 就是没有办法 你就碰到这种政党 现在搞到现在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现在天然气占比越来越高 那两岸未来越危险 我就看你怎么办 人家一天到晚就问你 会不会缺电 我跟你讲大潭 光是大潭的天然气场 他整个盖好之后 大概占全台湾发电 总量大概有12% 你如果大潭出事 北台湾就断电 就你把自己弄成是 这么脆弱的一个 缺乏安全的一个岛屿 这就是你民进党造成的 那你还在搞抗中保台 那事实上那个东定岛 那个是在进县市水域外 进县市水域外 外了 所以本来就是 如果大家和睦相处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救 市长我跟你讲 以目前的状况 进县市水域大陆也不会还你了 不可能 你光是关那个刘武殿的航道 既然在苏郡你就知道了 那未来 如果他那个航道苏郡好之后 厦门是个国际港 他就直接上货柜船 就直接穿过小金门跟大丹岛中间那个航道 据他们的估计 那个刘武殿航道 是可以开七万吨的货柜船 七万吨 如果到时候中国大陆宣布 厦门港开放刘武殿航道 让国际的货柜船可以进来 国际货柜船一定开的 因为省钱 你不用绕一圈 你不用从清雨那边绕 那如果人家国际货柜船 就直接开进来 那请问我们小金门跟 那个大丹岛的驻军怎么办 事实上还有更严重 如果中国大陆的军舰就直接开过 你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讲 这种我认为是 百分之九十以上必然发生的事情 我就现在没有看到周美武署长 跟管碧琳在讲 他回答这种问题 我没有听到 他知道事情大条了 你知道吧 管碧琳昨天还在讲那些风话 他说大陆的湾泥船 如果进入限制水域 我们会驱离 我看你怎么驱离 那个船比你还大 你怎么驱离 就说这个政府真是很可怕 非常不进入状况 每天在那边吹牛 真的是可怕极的 未来我们就要应验 看到每一件事情都即将发生 来 御政委员 这个从几件事来看 第一个 3月14号发生的这个 大陆云六位不幸落水 他们救起两位 我们救起一位 就是往生者 我们有救起一位是往生者 然后还有两位失踪 后来我们海巡在晚上也帮忙 在黄金的这个小时内 时间内帮忙搜救 这个事实上 回复到以前事实上 两岸的这个小两岸 今夏之间事实上 两岸的执法人员 彼此间是有联系的 以前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不管在执法 共同攻击犯罪 看打击走势 偷渡这一类的共同打击犯罪 或者是非法捕鱼 或者是这样 就是海上搜救 事实上都是有互相在联络的 事实上这个根据 我们之前跟大陆有签一个 海峡两岸海运协议的第七点 事实上就有提过说 双方要积极推动海上搜救 打捞机构的合作 建立这个合作机制 保障海上 共同保障海上航行的人身的财产 環境安全 发生海难事故要及时通报 并按照究竟救变原则实施救助 所以民进党在2月14号事情发生 到3月14号这中间 囊囊了一阵子 执政党囊囊一阵子以后 终于是在前两天管主委 管必定主委他就是道歉 虽然比较晚 但是他毕竟还是有表现出这个善意 所有这个道歉善意 但是就是说 这样绕一圈以后我们得到什么 我们这边得到什么 颱风机马得到什么 第一个 中共不承认有金献制水域 第二个大陆以后的船 不管是哪一列船 直接堂和皇制走进来 我们的这个两岸之间 彼此的默契就消失了 所以民进党大概只能在 嘴巴上面抗中保台 但是真正的损失的是 我们实际上可以 我们的这个主权可以 治权可以管理的这个地方 这个治权就 就一点一滴的这个消失了 所以民进党大概 然后接着又引起两岸的 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 全球的这个 看这个台海是非常危险的 全球如果看台海危险 这个外资就不容易到台湾来 就觉得说这个有危险 有战争风险的地方 可能在外资 或者是各方的投资 都会避开 世界上的资本本来是这样在做 企业也是这样在看 所以呢 追根到底 就是说 我们当然是觉得 就是说现在慢慢的 希望可以慢慢恢复默契 恢复以前的这个瓶颈 然后后面赶快调查清楚 让这个事情圆满的 告一个段落 但是这样 我说这样烙一圈以后 最后 其实我们还是输的 我们还是输的 而且还失去很多 那委员您讲到今天 水饺 馄饨这件事 一国两制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今天就 咨询这个陈建仁院长说 他支不支持一国两制 他当然说他不支持 那不是我就说 那在中华民国境内 台风金马境内 你现在就是实施 一国两制 以前我 事实上我在以前 就问过鸡蛋的事情 鸡蛋就是说 那时候不能带来台湾 那时候我一直咨询 那时候还被民进党 车一攻击说 谈这种鸡蛋的小事情 也要到国会来谈 后来全部发生缺蛋 巴西蛋以后 我们三年前就在问 去年发生 我们两年前就在问 那时候被批评说 问这个小事 但是我们争取也并不是 鸡蛋 水饺 这样说这个东西 而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权利 这个宪法也有规定 中华民国境内 货物应许流通 一次都可以流通 自由流通 这个是货物流通 也是我们身在里岛的居民 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我就问陈建仁院长 他是高雄人 我说你高雄可不可以带 水饺 混沌 便室 到台北来 需不需要检查 不需要 那你知道到金门 为什么要检查 那他给你的答复是什么 他没有 是旁边那个部长 代理部长上来回答 他说比如说鸡蛋 他说因为我们离大陆近 我说那离大陆近 你离大陆很远吗 你台湾离大陆真的很远吗 你也不过几百公里那也很远 全世界来看你也离大陆很近 那因为离大陆近 但是我们是中华民国 对 我们是台湾离大陆 中华民国境内 对吧 所以你离大陆近 这不应该过成理由 是 我原有觉得金门的乡亲 会觉得有被歧视的弥味 当然是有 因为常常这种陈情案太多 最近也都有 包括什么 我们说这个鸡蛋 鸡蛋现在在我正校可以带20颗 水饺 便室 温饨 然后还有广东粥跟烧饼 不能带 就是要去先申报 它这个东西就是要你申报 那很麻烦 你要坐飞机要去申报 我们当然就会去做这个申报 但对民族来讲很老民 是 老民 我说以后你只要 而且我们没有禽流感 如也知道 我们没有禽流感 但是屏东那时候禽流感 你怎么不为屏东 是啊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对 来 惠文兄 这个幸好有亮哥在 我就比较有底气一点 这个邱部长说 只有王将没有翔军 这种心战喊话 你去讲给乌克兰听好了 看乌克兰跑了多少人 什么叫做仗要打多久 我们奉陪 签字我不奉陪 蔡英文当总统 你打仗的我为什么要奉陪 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事情 我又没投戴清德 我也没投蔡英文 我为什么要奉陪 莫名其妙 要奉陪 我个人跑走了一千多万人 谢谢亮哥 有亮哥在我就问 那叫沈柏洋去打 叫曹星成去打 我为什么要奉陪 我五十几了 我跑不动了 前子 陈玉珍你们去打 我才不打 谁跟你奉陪 你也好了 所以你看这种 这种自我催眠的 叫做联合救援 前子是你救你的 我救我的 哪有什么联合救援 那陈玉珍都在笑的 他不会跟你联合救援的 你到底是在民邦 然后说这样子就 同事善意了 这样子两岸这个僵局 就有契机了 你要拜託 所以观众朋友 因为陈玉珍在 前子我忍了很久了 今天遇到陈玉珍 我都好高兴 我特别的抗议 他看过监视器 他不是第一艘的监 他看过第二艘的监视器 就是他们两艘船有碰撞之后 第一艘就是那个巡邦 你就开始救人 然后第二艘就赶过去支援 第二艘就有开监视器 然后他有看过 你传给我好不好 我也要看 你传给我再传给前子 然后大家一起看 为什么你可以看我不能看 你姓陈我也姓陈 我也要看 网路有 网路有 第二艘的有 有 你带给我 我才不相信 他那个收救的还是会有 前子我讲一下这个 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被扣船的 被扣船的他要罚 30万以上 100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环 所以官方想说 那为什么大陆的渔船都要跑 当海巡队追 因为一被扣船 你就至少要 他是看你的盾位 你船越大字他罚越重 所以你至少要罚30万以上 30万以上是几万人民币 一定给你扔的 我一定要走的 他就跑给你追 所以是不是这样 那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我知道陈委员他可能 以后要选金门县长 他当然希望这个事情 特别是金门跟厦门 这个两岸的关系 希望和缓 可是前子我不是这样想 我请问大家 如果这个事情 真的大事化小事化五 之后怎么办 蔡总统賴清德的想法是什么 没有九二共事 他一样要跟我谈 我就给你一点 慰问金 然后给你一点人民币 你们就把大体领回去 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我不用靠马英九 我也不用靠夏立言 我就派几个陆委会 跟红十字会就摆平 看到没有 抗鬆保台 你看到没有 不要再听国民党这些鬼话的 民进党一样有办法 处理两岸这些争议 你执法线不去 沒關係 慈母所中线都不见了 马照跑舞照跳 2022就不见了 现在2024的 裴洛西早就下台了 你没事 前子那个就变成民进党的宣传 但是就过关了 所以郑委员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坏人 真正的坏人 是蔡英文跟賴清德 好 来 进一小广告 看我